各位观众,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Facebook留言 虽然近几日示威事件持续 但恒指的表现都好像活在平行时空中 今天继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全日还要低开高收 以全日最高位27,093点收市 全日升幅412点,以全日最高位收市 虽然阿里巴巴上市在职 但市场资金还足够,成交有799亿左右 为何近几日大市会继续有不错表现 主要和市场焦点还停留在中美贸易战会谈的进展 虽然近日传出内地对达成首阶段贸易会谈的协议 虽然未算有很大的乐观 但新华社今天传出中美在周末讨论是有建设性对话 而且市场都会觉得 包括Pingo资产管理公司 会预期中美双方在聖诞前达成贸易协议 利淡的因素都充施着 但美股又率先乐观 昨晚三大指数、道指、标普指数和NASDAQ 都是创下历史新高 今天就看到港股可以承接到昨晚美股的表现 可以在全日最高位收市 再看恒指图的走势 大家看到虽然香港发生的示威浪潮 导致恒指由6月开始下跌 但跌到8月左右 就开始有些见底的迹象 所以看起来港股的走势 似乎会交为注重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反观香港的示威事件、政治事件 可能会对个别板块 包括本地地产股和本地零售股有些冲击 但总体而言 对很多板块 包括内地板块 影响不大 这次走势相对之下 近月的走势是挺好的 现在看起来 初步的支持大约是26,000点左右 大家之后就要留意一下 特朗普对不取消中国的关税取态 以及他们的谈判进展有没有成果 如果有些成果或是很乐观的吹暖风 恒指可以有机会继续守在26,000点上升到底 市况可以叫做安全 相反 如果好像以前那样 之前有些会谈突然爆出 比国对一些细节好像未达到一个协议 令到大市包括恒指 所以就失去26,000点上升到底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要提高这个境界 今天就看到很多板块都有全线的上升 但今天时间关系 我先提及其中两个 首先就是手机设备股 今天我也提起来 iPhone 11大买的利好的手机设备股 为什么今天恒指的升幅 我觉得其实表现最好的就是两个手机设备股 第一就是2018岁上升 232岁上升 这两个都是蓝筹的手机设备股 为什么手机设备股会有一个启动呢? 有三大因素 第一就是 首先就是美国针对华为的禁令 就是再延长90天 第二就是 中国自从开启5G的商用步伐之后 上月的出货量 其实 高盛引出了手机设备 这个数据就是 上月的5G手机负费量 达到250万部 随着5G正式服务推出之后 11月 预期11月和12月的5G手机费量 就有强劲的生长 有机会达到500万部 这几个消息都可以令到市场憧憬 这个手机产业链的业务 其实在未来短期的时间 都应该会是良好的 还有一个最近要 就是虽然中美的谋谈 大家都担心中美的关系 会不会影响对美国科 在内地市场消费的情况 但是 排博因素数据 其实苹果出的iPhone 11 在9月到10月 在中国卖出1000万部 出货量是按年上升了6% 主要由于这个 这个 那个价钱的定价那里 降低零售价 令到那个内地市场的消费需求 其实是比去年好 三大消息都可以令到这个 手机设备股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包括2018岁 最高升了6.1% 创一个月高位 还有2382 这个负责相机的部分 信誉光学 升了5.1% 另外一只 较为小型的iPhone概念股 1478 优太波纪 今天是破顶 升了8.5% 还要创52周新高 除了因为我刚才所说的三大原因之外 亦都有大行 就趁机唱好它 瑞信就引述一些业界 和中移动小米 一些消息就是说 明年的大陆5G 手机市场规模 会有1.5亿 几点盈利预测4% 和2% 和目标价 会双应提高到12.8元 平级是跑赢大市 当大家都看到 都是瑞星 瑞宇都有好表现 图文台优太 也有一个很好 局炒的升幅 还要大 其余这两只股 各位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始终那个丑势 你可以看到 恒指6月到11月 这半年都开始上升落落 但是 优太是一直升幅 成为直线上升 我想而知 其实炒股不炒市 售基设备股 是其中一个短期 还值得挺好的 一个区域 第二 就是说回 大家都有很多人留意的 内房股 为何今天都全线上升 主要是因为 衷敬内地有机会减息 因为人民银行 已经四年 没有将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 但近日 稍为将逆回购操作利率 调低5个点至2.5% 这个讯号 可想而知 可能经过内地GDP 放回压力下 可能有机会 为减息降浆 这些放水的措施 做准备 去维持经济增长 不单止令到内房股升 亦都令到大市 成为今天这个大市大升的原因 冲击颜色之下 大小内房股都有全线的升幅 6800中国海外 总是升1.5% 109华元智利也升2.5% 万科202 万科也升2.1% 这些都是较大型的内房股 今日的表现 我亦都想提提一些中小型内房 今日又是有创新高的股份 就是在884玉费 升4% 大家可能对这间公司的认识 未必是太大 但它其实在上海 亦都和香港置地 有些项目上合作 今日出了 今天出了充领内地减息 这个因素就升了 升了4.5% 亦都有大行做好 大和说 旭辉今年的合同销售项 有望超过全年目标 维持目标价7.8元 和重新评级 为何? 因为合同销售项有望 因为首10个月 已经实现了1500亿的销售项 按年升了32% 达到全年目标价8成 所以大和看见全年目标价 其实机会都颇大 以及说它首10个月的土地储备 其实都是以低价的卖入 加上可以保持稳定的买地成本和融资成本 都有机会对今年的盈利前景 都是看好的 给了它一个目标价是7.8元 以及抢好 买入的评级 亦都是和优太一样 但它不仅是做得好声势 而且是比其他同业要好 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内房股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大型之外 亦可以留意类似的中小型 受惠于融资成本有望下降的内房股 可能给到你那个升幅 可能会随时给一些大型内房股为好 今天除了刚才所说的内房和手机设计 以外其实也有很多板块有升幅 我可以提一下是医药、消费 这些都是有一些很全线的上升 就像旺旺刚出了业绩那样好 它都有些升幅 有一只叫周黑鸭 今天是大升两成的 未知是什么消息 但就停了一段时间 但也有可能是一些业务拓展上的消息 总括而言 暂时市场发展方向 大家都要留意中美贸易会谈的进展 但相对之下本地板块 如果一些走势好的中资板块、中资股 大家就不妨值得留意 时间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